有传媒原来如此重要 难怪蔡英文在卸任之前的两年 就已经先补好了这么精心的排局 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型传播媒体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蔡英文要下台之前的一两年 她似乎就已经为她自己的退位做安排 这个退位要做安排 老实说不是只是回家退休 或者安排好所有的节目要看 她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追剧者 她其实是一个热爱权力的姑娘 好 这位老姑娘既然如此恋爱权力 她又没有了位置 那么大家替她想想 她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台湾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 如果你没有权位 那你可是必须要有镜头 那么这个镜头该从哪里着手呢 这个镜头未必是对准自己 你的镜头也可以对准别人 怎么讲 因为你对准别人 你就可以对别人 是口诛笔伐 或者是捧上了天 那么对准别人的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成立一个所谓的传媒 或者再包含一个电子报 或者最好的再加上一个影像的电子的媒体 或者就叫电子台 所以大家看看这里面有几个层次 一个是类似24小时有节目的所谓电子台 第二个就是形成一个电子报 而且每小时可能更新的电子报 第三个就是把它叫做是一个传媒 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组织 甚至呢你还编一个所谓的周刊 也就是每一周啊 来了一个封面标题 换言之啊 你一周啊 可以搞个一到两次 那叫单周刊或者双周刊 至少你一年呢 就可以有52个重要标题 然后来做爆料 而且你当然还可以在手机上设计 给个APP 让大家跟你有所联系 当然进而呢 这会接着连上几大软体 例如Twitter 例如Instagram 又例如Facebook 还例如YouTube 也就是这几大台湾经常使用的软体 大家就会连上 当然更别忘了还有LINE 这五大软体呢 如果都跟你的传媒连上了 那其实你要宣传 也就是可以随时传递 你要说明的讯息 跟传达的影像意志 这样一来 如果你是要毁灭别人的形象 或者是要捧一个人 都可以通过你的传媒 当然 如果你是要对自己自我澄清 或者自我标榜 你也可以通过你的传媒 那么蔡英文 有没有这样的单位呢 不但有 这早就做了安排 这就是著名的静传媒 那么静传媒 是不是可以担负着这么重大任务呢 我们看到静传媒它的位置 在台北市的内湖区啊 也就是麦帅桥的附近 好 这么一个传媒呢 有的一栋大楼 那么这个钱 当然要有人来出 那大家别怀疑啊 如果是透过蔡英文 它的相关人脉 或者是小英之友会 这个钱还真是满坑满骨 一年啊 给个起义 绝对是不难的 现在我们知道 支撑一个所谓传媒 一年最便宜的钱 大概就是六百万台币 那么对于蔡英文说 一年要花个六百万 搞个传媒难不难呢 还真的不是太难 它本来就有数千个 所谓的金主 这个过去都是躲在 它的小英之友会里面的 现在呢 他们等于团聚在 这个小英之友会里下 那你说金主 会不会在他 下位之后就散了呢 有的会 有的不会 那谁不会呢 不会的就是啊 因为他这八年 而挣了很多钱 并且跟他休憩于共 或者说利益啊 是结构式的 绑在一起的这些人 那就不会了 那你说这些人 能有多少人啊 说句良心话 少说上百人 如果啊 他干了八年的大卫啊 没有上百人跟他 有这么多利益与共 那他就等于是百干 因为你说有这么多的部会 有这么多的来来往往的 相关组织 那当然他就 可以自自而然的发展出这么多的 所谓金主 那么这些金主 你总要让他有去处 有一个盼头 对吧 这盼头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说的 是给个传媒 而且他们一样可以主导议题 而且可以给出很多的爆料 毕竟啊 这些金主如果还在他的单位里面 他们就继续可以从社会上获得很多消息 而且啊 这些金主们本身就跟政党有很多的新的往来 他们也可以去支持一些新的 譬如说立法委员 或者比较年轻的县市长 因为这些人都需要政治现金 既然需要政治现金 捐钱的老板如果来了 当然得陪他们吃吃饭 喝喝茶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明确的重要讯息 好 这些讯息有用没用呢 当然有用了 这些讯息是可以用来操作各种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可以指导整个政策的走向 甚至可以指导许多派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说到这大家终于明白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传媒就可以影响派系发展 也可以影响到许多选举的时候 谁能不能真的继续连任 或者谁能不能扶上台面去参选许多重要单位 大家听到这里就会发现 有传媒原来如此重要 难怪蔡英文在卸任之前的两年 就已经宣布好了这么精心的排局 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型传播媒体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